雲端下載一個那個什麼呢 CSV對不對 那這個CSV的檔案 我把它開起來之後 裡面當然姓名 這邊有個 姓名就是Key 那Value的話 我希望是平均成績 所以 1 2 3 4 5 欸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 如果它的位置 應該是0 對不對 然後平均成績的話呢 應該是第五個是4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請你幫我把 這個資料讀進來之後 幫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這個地方 然後並且怎麼樣 幫我把這些人的資料 欸有沒有 姓名 跟成績 分別Key跟Value 就是剛剛是 我們輸入的嘛 所以呢 你把 不是用輸入的喔 我們是什麼 外部讀取之後 然後呢 把什麼 把那個姓名部分 就放在Key裡面 Value就放平均成績 OK 應該可以懂到邏輯吧 欸 如果要把這個部分 跟Dictionary 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該怎麼做 好像剛剛有同學 開始試了 可以把 這部分試試看 應該可以了解啦 所以 這部分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 我做出來的 結果啦 那第一個當然的話 就是也是一樣 用那個Dictionary 然後 裡面的話 也許我們先建一個空的Dictionary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來怎麼樣 把那個 檔案讀取進來 讀取進來 剛剛用Open 那Open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 一行一行的讀取 那怎麼樣可以把資料呢 放到裡面去 Key放Key Value放Value 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樣可以剛剛好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也是把 前面的東西結合進來 改成那個 像剛剛那個 從外部讀取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 我們就是 先產生一個空的Dictionary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裡面就沒有Dictionary 那第二個的話 就把外部的資料讀進來 抓它的第一欄 跟第五欄的資料 那我要怎麼樣外部讀取 其實剛剛我們練習 一個外部讀取 那個雲端上面 我想應該可以記得吧 雲端上面的範例題裡面 所以我就拿剛剛已經做好的 這個File Open 然後一直到這邊 把它切割 切割到一個Less好了 把它Copy一下 拿這個部分來改比較快 就是我把它讀進來 因為這個跟剛剛講過了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就直接拿 直接就是這個邏輯函數 轉CSV的部分 然後呢 讀進來之後的話 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做切割 放在這個Less裡面 OK 不過接下來關鍵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 產生一個Key Value Key Value的產生方式 剛好講過兩種 一個是直接大瓜糊 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一個 但是那種方式比較適合 就是你已經知道全部的資料了 但是如果說你讀一個進來 然後產生一個Key 一個Value 讀一個進來 產生一個Key 一個Value的話 請你使用第二種方法 就是這個方法 一個Key 一個Value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Key 一個Key 一個Value的話 也許我把它Call到這裡給各位看 這個是已經有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讀進來 放在這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的名字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這個Less裡面的第幾個呢 第0個 所以把這個Less有沒有 裡面的第0個 讓它產生一個什麼呢 所以要第0多 讀進來是中瓜 讀一個0 中瓜一個0 這樣子的話 就讀 它的那個姓名進來了 然後Value的話 就是它的第4個 應該第5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 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的話 就輸入4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因為第1欄 其實就編號0 是姓名 第5欄 剛好是平均成績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話 是4嘛 那所以呢 它一進來之後 切割 然後幫我把姓名放這邊 它的平均成績放這邊 所以會有一個Dictionary 它的Key 等於Value Key等於Value 所以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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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幫我怎麼樣 分別放進來 當然你也是一樣 可以把它print的出去 看一下結果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底下就是要把它輸出啦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呢 直接把它輸出來看 裡面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把它直接輸出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 這邊直接 這個先不要執行好了 我們先執行 那個什麼啦 當然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分階段 因為沒有那麼厲害 一次就全部做完 你可以什麼Dictionary先 先建好之後有沒有 看看print的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要的 你會發現 讀進來了 有沒有 但是呢 這邊會多一個東西啦 姓名平均成績的欄位名稱 然後呢 它會什麼 一個人的名字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的資料 其實是從 第二個資料 第二個Dictionary 才是我們要的 OK 然後呢 裡面你會發現喔 之前塞進來的東西是 那個INT嘛 可是這邊 因為它 讀進來的是一個stream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 變動的方法很多啦 你要怎麼 你也可以再延伸去想一下 如何避開第一個 如何避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讓輸出這個地方 也能夠是 一個字 一個字 那這裡的話 我想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這裡的話我想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輸出的時候喔 把它Ctrl這一下好了 而且你可以先看一下 一樣呢把它讀過來 Key Value 那輸出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是全部輸出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怎麼樣 輸入第二個開始 再輸出就好了 OK 輸出到最後一個 總長度 因為它是 編號從0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呢 LEN總共幾個 那當然 第二個的話呢 輸出的時候呢 這邊特別重要 因為D指的是數字 也就是後面的東西 如果是字串的話 那你請記得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S OK 這樣的話 因為如果你今天這邊 假設是E的話 從第一個輸出的話 預設是從第一個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是不是如我們所要的呢 OK this option 這邊的話它說什麼 this option not codeable 形態有問題 key1 哦 各位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轉換this 這個是轉換成this 那各位沒有發現 上面這邊的名稱有沒有 特別是 儘量這個變數名稱 乾脆叫this1好了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跟什麼 底下的那個this衝突了 所以那個 變數的命名 盡量不要用關鍵字 不然的話 像這邊會出現錯誤 它會 沒辦法codeable 主要就是這個名稱的關係 好 這個應該沒問題 把它執行一下 好 各位可以發現 輸出的話有沒有 從第一個開始輸出 如果你從第0開始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它編號從0開始 上面就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話 你把它改成1 就不會有上面的欄位名稱了 又避開了欄位名稱了 所以輸出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請各位 應該可以看懂我這邊講的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 那個最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的話就是 把CSV 我們之前前面做的 把它讀進來 這個上面這三行呢 都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我是把它call過來的 第二的話就是 用那個 其實主要是關鍵在這裡 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從外部資料讀進來 剛好是key value的話 這個部分恐怕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是把那個key放這裡 就是姓名的部分 value的部分放後面 所以這樣會造成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跑回圈的話 請參考下面這種方式 再把key跟value分開 再分別輸出 OK 那這邊的話 本來沒有1豆點啦 本來是從D0開始 那這邊我從第一個開始 避開那個欄位名稱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呢 因為我們的成績已經 進來的話 已經是一個street 自串 所以後面那個person 本來是personD 記得把它改成personS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各位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我想說 很多地方盡量不要改動其他地方 因為牽引法動全身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直接怎麼樣 改成字算算了 不要 因為如果你轉型的話 會有個問題 讀進來的第一個資料 它是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裡面它不是數字 所以無法轉型 會造成錯誤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 試一下 把那個dictionary部分呢 跟剛剛的csv結合 把csv讀進來之後 放在dictionary 並且做輸出 試一下 利用這個範例呢 我們可以 比較完整的學習 那個 就是有關這個dictionary部分 dictionary其實非常重要 之後 很多地方 只要跟那個網路上資料 像絕成檔 就一定會用到dictionary 它的概念基本上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key value的架構 好